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你爱音乐吗 你有梦想吗 那你就来对了 因为这里是实现梦想的舞台 但是哪有那么轻松啊 其实你不用能歌善舞 你也不用死尽被 你要做的事就是按响门铃 打开大门 三万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就在这里 除此之外 我要告诉大家 开门大体就有加码了 我们的选手们提醒你们注意了啊 如果说你们能够打通关 也就是说能够打开第八扇门 除了三万元的家庭梦想基金之外 还有一颗专属于我们选手的一克拉的荣耀之钻 在这里要特别感谢六贵福珠宝 为了你们的家庭梦想基金 买好算 超划算 六贵福珠宝 来 为即将上场的各位选手加加油 实现家庭梦想 一起开门大体 今天开门大体请来的是三位重量级的选手 他们将在我们的舞台上说出他们的梦想 并且去实现他们 这三位啊 他们真的都是胖并快乐着 来 让我们首先有请第一位 金语登场 你好 好帅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叫金语 来自上海 我是一个舞蹈老师 你是舞蹈老师 等一下 你真的是舞蹈老师 对啊 舞蹈 跳舞的那个舞是吧 对啊 跳舞的舞啊 舞蹈老师 哦 教的是什么舞啊 我是跳街舞 我不信 一会儿找一会儿验证一下啊 好的好的 但是最重要的是你要跟我们说说你的家庭梦想 我的家庭梦想是 我想带我爸爸出去旅游 挺好 那我们就为你加油 好 谢谢 来 全场的朋友们 实现家庭梦想 一起开门大体 第一扇门 请按响 为金语加油 冲吧 有了吗 有了吗 好像是周传雄的风雨无阻 周华健的 周华健的风雨无阻 周传雄的风雨无阻 讲错了 周华健的 周杰伦的吧 周华健的风雨无阻 对 验证一下第一扇门 让我们期待 开 这才一扇门 这汗 阿姨这汗 行不行了 哥 让我们期待 开门大 起 对了 对了 哦 陪着昨日重重千辛我苦 向明天换一些美满的幸福 爱你够不够多 爱你够不够多 对你够不够好 可以要求不要不在乎 不念让你看见我的伤处 是曾经无悔的风雨无阻 拥有够不够多 拥有够不够多 梦的够不够好 可以追求 不忍受 不忍受 掌声送给王江泰 谢谢王江泰为我们带来的这首《风雨无阻》 恭喜你家庭梦想今天收获了一千元 谢谢上门 好 请按响门铃 加油 为金宇加油 这首歌 好像是彩虹铃 彩虹铃 对吗 对 到底对不对 让我们期待 开门大街 我们呀 画着春儿彩虹铃呀 彩虹铃 等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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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心 就好像是彩虹铃 就好像是彩虹铃 就好像两脚铃 也许彩虹铃 虹水晴铃 也许彩虹铃 就好像两脚铃 恭喜你 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的 两千元 不错 我还是不太相信你是一个舞蹈老师 因为刚才这首歌没有把你真正的舞蹈功底展现出来 我要把这个拿下来 为啥 因为我的技术比较高 哟 喝 真的 真的 你是要让我们打开眼界是吗 对 拿下来 谢谢 哇 好帅啊 耶 哇 到底谁不会啊 我真不行 他好棒啊 但是我提醒你一件事情 我告诉你 这期节目的收视率就靠你了 就刚刚你那段 哎 我跟你说老高了 把掌声送给金鱼 太可爱了 事实证明 就这么一小段 也让我们看到了金鱼 她是一个灵活的胖子 这个身材完全没有影响你 你的舞蹈 是 还是能给人带来很多的快乐 我觉得这就够了 对不对 是 好 接下来我们继续开门 请按下门铃 我们给金鱼加加油 听出来了吗 听出来了 来 来 什么歌 这是我最喜欢的一个歌手 谁 刘德华 华仔 对 什么歌 男人哭吧不是罪 你确定吗 确定 男人哭吧不是罪 你唱一句我听听 男人哭吧哭吧哭吧不是罪 停 男人哭吧哭吧哭吧不是罪 你就这么唱的那歌名叫 男人哭吧不是罪 哭吧 对啊 你在忽悠我 真的被你看出来了 男人哭吧不是罪 确定那我就开了 好 来 让我们期待 开门大街 耶 没问题 谢谢 走的时候 身边的人说不可以流泪 在我成熟了以后 对镜子说我不可以后悔 呼吸的压力让得我好累 开始觉得呼吸有一点难为 开始慢慢卸下方位 慢慢后悔慢慢流泪 男人哭吧哭吧哭吧不知 在讲的人也有权力去疲惫 就算下雨也是一枪梅 不如好好把我这刻体会 痛苦一回 谢谢叫海华给我们带来的男人哭吧不是罪 金宇是个特别快乐的男孩 尤其是一说到舞蹈 一开始跳舞 他的状态就完全不一样了 从小喜欢跳舞吗 对啊从小喜欢跳舞 小时候的身材是怎么样的 也是胖胖的 也是个小胖堆 对就和一些小小伙伴一起学跳舞 他们带你玩吗 他们一开始不带我 因为他们觉得 你这么胖跳什么舞啊 就他们比较说 除非你一个一周能把道力给练出来 我们才带你 你说你刚才那个道力是小时候 因为这事给练出来的 是的 你用你的实力 就证明给他们看 胖子也能跳舞 所以关键你这个证明有点太过了 就不仅证明了你会跳舞 居然还自己开了个舞蹈的学校 对我本身也自己开了个舞蹈工作室 所以现在你已经跟舞蹈融为一体了 对还收了很多小朋友 今天都来了吗 没有 都来了一个 来了一个 是我的得意门生 认识他们一下好不好 可以 金语的亲友团在哪里 连线第二现场 我介绍一下我们亲友团 因为我们都是阿拉 都是桑海宁 这是爸爸 金语的爸爸 叔叔你好 这是妈妈 这是金语徒弟的妈妈 你能不能把话说完整点 我喜欢大转劲 这是姐姐 我们先请她得意门生 给我们露一首怎么样 好啊 掌声鼓励一下 加油 好帅啊 宝贝好棒 这都是老师教出来的 这个家长啊 看到孩子的学习成果 对老师是更加的信任了 也说明了金语老师 确实能带出这样优秀的孩子 谢谢亲友团 掌声再次赠给他们 谢谢 那金语 有了亲友团的诸葳 那我们继续前进好不好 好 请按响门铃 加油金语 谢谢 是罗志祥的歌 罗志祥的歌 你确定吗 金金武门好像是 你确定吗 金武门 五千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那我开了 对错你都能承担这个责任吗 那我来了 金武门 让我们期待 开门 大 集 对了 收音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当然还有 我觉得人不要那么贪心嘛 我觉得够了 可以了 谢谢金宇来的开门大集 六桂福珠宝开门大集 智能感应 健康夫妻本栏目由海信通调独家特约播出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您正在收看的是由六桂福珠宝独家幻名播出的开门大集 买好钻超划算 六桂福珠宝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选手实现他的梦想 掌声欢迎 大家好 小妮老师好 你好 做一下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叫崔玉杰 来自辽宁盘姐 辽宁的朋友 但是看我这身材就知道我是干啥的了 大家能猜出来吗 开饭店的 开饭店的还有啥 蒸馒头的 你干嘛的 我是餐饮行业的 面点师 真的 对 都猜对了 开饭店的 然后蒸馒头的 还真是 对 来 韦杰今天来到开门大集 你的梦想是什么 我的家庭梦想是给儿子扔个平板电脑回去 那我们为你加油 谢谢 来 崔玉杰实现家庭梦想 一起开门大集 如果你闯通关的话 除了家庭梦想基金之外 哎呀 我闻到了钻石的味道 我也闻着了 闻着了 想要吗 想 你这太明显了 姐 成笑成笑的 你这太明显了 能不能低要一点 不能了 控制不住了 控制不住 控制不住 那咱就走吧 第一扇门 请按响门铃 加油 这歌我太熟悉了 真的 谁的歌 但是不会唱 谁的歌 王力宏的 改变自己 改变自己 到底对不对 让我们期待 开门大集 东京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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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 比较烦 你真实能当 每天看新闻都会狠心 他想真假熬 但的话没有 大家只会先说 我改变自己 发现大人不同 新一代的朋友 我们好好地加油 大家一起大声地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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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可以改变世界 改变自己 改变伯末 改变消息 要一直努力努力 用我放弃 才可以改变世界 可梦改变自己 改变世界 可梦改变自己 Yeah 欢迎歌手 王子哥 欢迎子哥 大家好 哇 好帅啊 恭喜你 崔伟杰 家庭梦想基金 现在已经积累到了 一千元 Yeah 这是我看到 看到一千元反映 最佳的选手 这是老知足了 知足者常乐 知足者常乐 多开心 多好啊 知足者常乐 但是他更开心的一件事情 不光是因为 有了一千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还因为自己的一份成功 成功在哪里呢 我要给大家看一张照片 你就知道了 崔伟杰 他非常非常的不一般 他很成功 来 上 这是谁 这是我 这是我400斤的时候 确切地说是401斤的时候 401斤的时候 崔伟杰 曾经他最高的体重到401斤 对 就是200公斤 对 这个还小了一点 这还小了一点 因为我那个时候都是 五尺六的腰围了 大家看一看 现在站在大家面前的崔伟杰 他的的确确是减肥成功的点半 感受到了吗 我还要继续往下减了 现在是多少斤 现在是200斤 你减了200斤呢 对 相当的了不起 热烈的掌声 送我崔伟杰 谢谢 谢谢 来把过去的崔伟杰 咱们撤下去 永远跟他告别了 好吧 好的 好的 来 那我们就继续梦想之旅 下一站 请按响 曼琳 加油 欢迎天言 你把他 留过来 别再让他离开 姐姐妹妹站起来 姐姐妹妹站起来 对 到底对不对 对不对 对 那我们就期待 开门大姐 那就等着乱想吧 如果爱情真伟大 我有什么好挣扎 难道我比别人差 谁要终我待在家 背着电视帮你画 想起你说的情话 哭得眼泪哗啦啦 十个男人 七个傻 八个呆 九个坏 还有一个人 人爱 姐妹们 早出来 就算甜言蜜语 把他 偏过来 好好爱 不再让他离开 十个男人 七个傻 八个呆 九个坏 还有一个人 人爱 姐妹们 找出来 就算甜言蜜语 把他偏过来 好好爱 不再让他离开 谢谢PEG组合 谢谢PEG组合 给我们带来这首 淘金银唱的 姐姐妹妹站起来 对 淘金银唱 对吧 恭喜你 家庭梦想基金 积累到来 我看你啥反应 两千人 追逐者常乐 你刚才还在说 你这还不算是终极目标 你还要继续减下去 你曾经瘦过吗 曾经 曾经瘦过 最瘦的时候 我最瘦的时候 是138斤 成年之后 对 那个时候 上广州去打工了 然后回来的时候 我同事 其实就长了10斤 我的朋友说 你好像胖了呢 然后我就一量秤 长了10斤 变成了148斤了 然后他说 你减减肥吧 我这就减肥呗 是买减肥药 吃 吃瘦了 瘦了10斤 但是我就感觉 眼前全是星星 然后做梦都是烧鸡 把鸭什么的 就感觉好像 就是那个副作用吧 然后我就不吃了 但是不吃以后 反应更大 就是食欲特别的强 然后长到了200斤 多长时间之内 半年之内 长到了200斤 从138 对 我还在好奇 200斤到400斤 这个跨度也很大呀 这个200斤到400斤 应该是在 五年之间吧 五年之间 对 因为那个时候 通过别人介绍 跟我老公结婚了 结婚以后 就是怀孕 怀宝宝的时候 特别能吃 一顿点六碗饭吧 那个时候食欲特别好 那个肘子 要生过儿子的时候 那肘子还能干俩呢 你说的还挺骄傲 但是没想到一生完孩子 没受回去 没受回去 然后体重逐渐的飙伤 后来生完宝宝以后 得了一场病 也是免疫系统的病 就是子电 然后打激素 又胖了将近70多斤 就这样一点一点的积累 后来直到离婚以后 又长到了400斤 离婚了 离婚了 为啥呀 因为他嫌我胖 真的 就这么简单 对 因为 你所有的可贵品质都没了 没了 那个时候我俩总是吵架 他回来的时候 也不敢面对我吧 或者是想逃避我吧 生活发现的都是我去见 那个时候日子过得特别特别的苦 所以说我在胖的时候 不能自理的时候 我就在想 我一定要改变自己 作为给自己一个美好的未来吧 为了孩子 因为每当送孩子上学的时候 那个时候就挺胖嘛 他们都说 你看你妈妈那样事的 那么胖啊 后来我就不去送了 姐姐去送 所以说 我那个时候减肥不是为了自己 就是为了一份责任 给我身边的人一份爱 因为我不想让他们操心 尤其是我的姐姐 你知道吗 然后那个时候 大夫说我这肥胖 比喻的一切为了控制嘛 然后姐姐 一家一家的去给我借钱 为了我 谢谢 毫不夸张地说 这每一斤肉 其实都是每一斤泪 她所经历的东西 都不是我们所能够想象的 但是最终我坚持下来了 还是个快乐的女孩 对啊 我现在又变为了我自己 我感觉 只要为自己的身体好一点 自己开心快乐一点 我的家人才会好 有你这话我们就放心了 好不好 我今天很幸福 很好 不经历风雨 怎么见彩虹 对 像霓虹一般的大门 在你面前在闪烁着 它就是希望之门 就像你的经历一样 挑战它 打开它 我们就豁然开朗了 必须的 那来吧 好的 继续前进 好的 请按响 我先给你拥抱一下 给你点力量 给点力量 请按响 门铃 加油 哎呀 这个歌怎么那么熟呢 你唱 周期轮道好像 嗯 就什么 简单 简单爱 确定了 它的表情没有好 简单爱 一听观众鼓掌 简单爱 观众的掌声 也是有分量的 谢谢啊 到底对不对 让我们期待 开门大街 对了 我爱上一个人 什么都会觉得去走 我想大声喧慕 对你意义不舍 连个门大街 连个门铃铁都 抬着我现在的感受 那边的风 在吹着头发 飘动 亲着你的手 一肩默定感动 我想带你回我的外国家 一起 看着日落 一直到我们都睡着 我想就这样 牵着你的手 不放开 爱能不能够 永远当着没有被爱我 想被你一起等着我 想和你看帮舟 像这样 每天又 想各个 一直作唱 简简单单单单 作唱 简简单单单单 谢谢 谢谢王妍 谢谢王妍给我们带来这首 简单爱 恭喜你 咋还哭呢 激动的 崔伟杰家里梦想基金 已经积累到了 三千人 我就瞅着那颗钻石 我就闹心 怎么瞅着钻石还闹心呢 着急嘛 当年你嫁给你老公的时候 他给你买钻戒了吗 没有 没买 啥都没买 就买了一个黄金的戒指 然后还当了 给孩子买男粉了 还给当了 对因为那个时候孩子吃奶粉 我有病 家里条件不好 所以说要给当了 孩子买奶粉了 把自己的结婚戒指都当了 买奶粉 最心爱的一件东西 然后 就这样的一个好老婆 好妈妈 她还不知道珍惜 可不是呗 所以那个时候 你下定决心减肥 也正是因为家里的这些变故 对 因为有感觉 我变胖了 家都塌了 这话说的 我变胖了 家都塌了 今天那个 陈世梅肯定没来 不那个 你那前夫肯定没来吧 没敢来吧 来了 不可能 来了 真来了 她来干嘛来了 她在哪呢 我修她去 哪呢 是不是在第二现场 你给我看看 高兴 这谁啊 我大外长 叫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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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夫 姐夫 不是 等一下 前姐夫 他们已经离了 又好了 破镜重圆了 为啥呀 毕竟也是 一家人去 也给喂孩子找讲 毕竟我们俩 也有感觉 是吧 破镜重圆了 真是好事 但是呢 我其实特别想说 你谢谢姐姐 谢谢家人 你也得谢谢她 虽然她当时挺没良心的 不管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 在你最困难 最需要她的时候 离开了你 你要感谢她 如果不是她当时离开了你 你不会痛下决心 说改变自己 这是一个导火索 对不对 对 这是事实 反正这故事 经过了百转千回之后啊 结局呢 还算不错 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这心里也放下来了 接下来就看你的表现了 你将来 能对她好吗 能 能好好爱她吗 能 能不离不弃吗 也能 能做到 能做到 骂不还口 打不还手吗 这些早就试过了 是 你家我玩一个 谢谢 你家人吵架的时候 给我打电话 你知道吗 我俩女子混合双打 更可怕了啊 行了 不管怎么样 祝这一家子 永远幸福 永远快乐 谢谢 谢谢小白道姐 哎呀 这期节目真的是不容易啊 听到了 崔伟杰的这故事啊 确确实实是 经历了太多 可以说是波澜壮阔 但是 我始终 现在 无论我是怎么样嘛 我感觉是要平平绊绊的 做我自己 就是最好的了 真好 开心就好 开心就好 那我们继续前进 好吧 请按响门铃 加油 未婕 谢谢 有了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 小小鸟 对 一点都不小 我是片虎 我是一只小小鸟 到底对不对 让我们期待 开门 大 耶 有时候我觉得 自己是一只小小小鸟 想一会 就同样也飞不高 也许有一天 我倾上了枝头 学习你恋人的目标 我飞上了今天 再发现自己 从此已无靠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 想要飞呀飞 却飞也飞不高 我寻寻觅觅 寻寻觅觅 一个温暖的怀抱 这样的要求 算不算太高 这样的要求 算不算太高 来吧 热烈的掌声送给大女孩组合 欢迎你们 你们唱这歌太过分了 你们 你们不知道你们唱这歌 你把我们的嘉宾怒惹哭了吗 我真没有想到听到这首歌 崔伟杰在旁边一直在抹眼泪 是的 为什么哭 我以前曾经的新生 其实我想做一个普通的人 但是对我来说以前是一种奢望 其实看到大女孩组合 也好像看到了自己的姐妹一样 也是一种看到了自己的感觉 我们看到韦杰呢 我们有一些话想要告诉她 其实我们 因为我们是大女孩嘛 那大家看我们的外形就挺大的 但是我们大女孩 为什么会叫大女孩呢 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宗旨叫做 努力大 梦想大 勇敢大 你就是大女孩 那我们相信呢 就是只要你的心胸是宽大的 只要你的梦想是宽大的 不会被你的外形所拘束 然后即便别人看你可能是 有异样的眼光 但是只要你可能坚持 也就是像我们这么平凡的人 也能够站在这样的舞台上面 唱歌给大家听 对 我们一起加油 一起加油 收音太好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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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无限大梦想的大女孩 希望你们的人生有更加精彩 更大的舞台 加油 好吗 掌声送给大女孩 韦杰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 已经积累到了 五千元 耶 好样子 接下来 你要做决定 要不要继续前进 现在是五千 下一扇门是第五扇门 一万 窗 窗 窗 对 请按响 门铃 加油 呀 是不是猜不对 之前那个钱就没了 你才知道啊 反正你过去了已经晚了 你按吧 发现我太冲动了 坐下 也会好 擅装 我 得 托 我 不得 出来了吗 没办法了 求助吧 真的啊 来连线第二现场 求助 冲冲的一场活 你确定吗 确定 这辈子我就信你这一回 这辈子就信他一回啊 你就信我姐夫 如果他给你提示的是错的 是不是你们俩就又危机了 那拉倒了 能接着就倒不了手了 接受他的答案吗 接受 冲动的惩罚 如果错了 那真的就是你冲动的惩罚了 到底对不对 让我们期待 开门 打 截 对了 如果那天你不知道我喝了多少杯 你就不会明白你究竟有多美 我也不会相信第一次看见 就爱你爱的那么干脆 可是我相信我心中的感觉 他来的那么快 来的那么直接 就算我心中的感觉 就算我心跨越 无法将火心灭 我依然相信是老天让你我相约 如果说不是老天让爱 也分把我捉弄 想到你我就不会那么心痛 就把你忘记吧 应该把你忘了 这是对冲动 最好的惩罚 谢谢姚迪 你真是我们选手的大福音 恭喜你 家庭梦想基金 已经积累到了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别冲动啊 别跳啊 一万元 我抱你 你老公朋友意见吧 我没有意见 太激动了 你去看着吧 好 现在收获了一万元的家庭梦想基金了 接下来崔伟杰 你还要不要向前冲 你还冲不冲动 见好就收吧 不闯了 见好就收 对 恭喜你收获了一万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再次要感谢六贵符珠宝为我们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 买好算 超划算 六贵符珠宝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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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贵符珠宝开门大吉 亲爱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此时此刻你可以拿起手机 实时参与我们开门大吉的场外互动 进入微信 点击摇一摇 电视就有可能获得 由六贵符珠宝为您送上的精美大礼 买好算 超划算 六贵符珠宝 智能感应 健康呼吸 本栏目由海信空调独家特约播出 接下来上场的这位选手 太喜欢她了 掌声欢迎 演员张海燕 哇 海燕 女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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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迷迷 迷迷 好久不见了 又来了 又来了 我们俩见面 我都早说了 我们俩见面必须 她的脚要离地 对 今天竟然来了 就是来实现自己的梦想的 对 按照我们的规矩 你得做一个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是人见人爱 花见花开 女演员张海燕 谢谢大家 那你的家庭梦想是什么 我呢 其实我有两个事业 第一个事业呢 那是演戏 做演员 我还有一个事业 就是我从小到大的一种事业 就是 开服装店 自己设计服装吗 对 我有一个 其实我现在已经有了我自己的大马服装店 大马服装店 对 就是为那些胖妞们 给你们量身定做的那种 胖胖可以穿的 穿着非常美丽的服装 我想再扩大我的店 扩大店 然后这个就是我的那个启动资金 我想 从这儿拿走 那我们就祝你能够多拿点 必须鱼的 来吧 实现家庭梦想 一起开门 大 机 来 准备好了吗 早准备好了 来吧 第一下门 请按下门铃 加油 就快去啦 去吧 行了 不用你陪我了 那个 门铃别给我按坏了 哎呀 我都不用听完它 这么自信 这个对我来说呢 太简单了 而且这个歌手是我最喜欢的 你喜欢的歌手 而且我还模仿过他呢 你 模仿他 对呀 你唱一个 这是个男歌手 唱歌非常有特点 我得瘦了瘦了嗓了 我给你模仿 瘦了瘦了嗓了 必须把嗓子中哑了 好 无所谓 谁会爱上谁 无所谓 谁在无声教会 破碎都破碎 要这么完美 感觉你这两天消化不良 杨坤 杨坤的 对 歌名叫做 无所谓 到底对不对 让我们期待 开门大吉 没错 不所谓 谁会爱上谁 无所谓 谁让谁憔悴 破碎就破碎 要什么完美 放过了自己 我才能高飞 无所谓 无所谓 原谅这世界 所有的不对 无所谓 我无所谓 我无所谓 谢谢苏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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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们演唱的这首 无所谓 恭喜你收获了 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 一百元 怎么到我这儿捡一链 怎么到我这儿捡一链啊 看你多少没了 一千元 一千元 很简单嘛 这就一千元倒走了 看来比我们的规格挺熟的 我以为你不知道呢 我还想忽悠你一把一百元 我本来想跟你说 打开巴扇门三千元的家庭梦想 其实观众朋友们对张海燕最初的了解 我觉得应该源于那部电影 对你来说 青春万岁 青春万岁 很多观众朋友们都说出这部电影的名字了 其实已经是很多年前的了 那个时候你多大 那时候我十几岁 十几岁 十七八岁 我们来回顾一下这部电影当中的经典片段 也是海燕的成名作 请看 可惜没钱买呀 那就在这看吧 看一会儿也够满足的了 那五百 看我的 要什么 又买的 买多少 要这个 您看着办吧 给 对什么有兴趣 注意力也集中 我吃肉的时候 注意力也最集中 吃白菜就差点 好可爱呀 这么漂亮啊 那个时候特点就已经很鲜明了 对对对 那时候就比一般的同龄的要胖 这已经是你身上一个无可替代的一个标志性了 对 是 一直我就没减 也从来没想过要减肥 不是咱们 也不下来 不是咱们减不下来 我觉得不是咱们 咱们根本不想减肥 我从来没想过减肥 凭什么减肥呀 吃把这吃成这样容易吗 然后再把它剪下去 剪下去就不是张海燕了 那不是糟糕吗 浪费吗 不可能 但是要保持健康 必须的 答应我啊 答应 大家还得继续开门呢 第二扇门 两千啊 好嘞 想好了啊 请按下门铃 加油 为海燕加油 海燕啊 你可长点心呢 咱们 什么歌 亚拉索 不是这歌 嗨 是这个民族的歌 嗨 知道吧 我吓一跳 我以为你听差了 这样吧 这歌呢 我给你唱那个最后边最高那音 行吗 你行吗 没问题 听着 那就是青 赞 高原 你弄完呢 来一个真的 你绝对可以 不是 有梯子吗 不行 我上不上去 你不行 你踩我 不是 起来 把笔上不舍 好 那就是 那就是 青 青 高原 可以啊 不错 青藏高原 青藏高原 到底对不对 没问题 我期待开门 大 起 没错 是谁在来 远古的呼唤 是谁留下千年的期盼 难道说还有五年隔 还是那就就不能忘华的决定 我看见一座座山 一座座山船 一座座山船 小脸 亚勒索 那就是青藏高原 亚勒索 那就是青藏高原 亚勒索 享受再热烈一点 欢迎春丹 哎呀 青藏高原 好久不见了宝贝 我们不去拥抱吗 快来 你们俩见过呀 我们俩见过呀 我们俩是好朋友 真的 大家知道为什么 孙丹平时在门背后出来的时候啊 他特别特别的认真和严谨 他每次穿的都是非常正式的舞台装 对 演出服 但今天为了配合我们这期节目 为了向大家展示 我们胖妹不仅歌唱的好 形体也好 所以穿了一条特别宽松的裤子 因为我燕姐来了 燕姐给我们的所有的形象都是快乐 积极向上的 所以呢 我们觉得呢 燕姐可以代表我们所有的胖妹妹说话 就是胖妹妹虽然胖 但是我们一样的乐观一样的快乐 对 好 你们事儿能做的我们也能做 对 你们不能做的我们也能做 对 你们能做的我们反正也不一定全能做 你们能做啥 我不能做的我就不服气了 我就把我的鸭箱底漏里给看啊 你还有鸭箱底 躲开不见 你要等什么玩意 你优势点啊 我优势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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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别给 别给你小心 你吓着 你你小心点啊 妈 你要干嘛 你别摔啊 他受不了 你 有话好好说 真的 啊 干嘛 别别别 别 不可能 孙丹 妹妹没事吧 妹妹 那个轮椅 可以呢 可以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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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能 孙丹你都能体差 怎么的 小米哥 我知道你也生怀 来绝技 来一个 来一个 来一个好了 别别别别 别了 我来一个 开玩笑 吓死你们 你会皮刹是吧 对 服了 我给你转一个 走开 你干啥呀 你学学 这一点都不难 但你不一定能学会 好 来 我爱北京天 大伙一起 一起唱 一起 我爱北京天 安门 天安门 上太阳山 为大灵 小毛主席 指引我们 向前进 快飞进天安门 天安门 上太阳山 为了 小毛主席 指引我们 向前进 开玩笑 就不会了 来 待会儿 你别整个 这样做电 我都不用 不用你们帮我唱 预备 七 买好钻 超划算 本节目由 六桂福珠宝 独家 冠名 播出 不错 不错 任何时候 我们都要有一份 自信的心 健康的心态 我想这是 我们的胖朋友们 所带给我们的一份快乐 也是一种精神 对吗 谢谢 谢谢海燕 谢谢孙丹 谢谢 谢谢宝贝 谢谢 好了 送走了孙丹 我要恭喜海燕 家庭梦想 现在已经积累到了 两千元 好样的 来 不错 好嘞 那接下来这扇门 第三扇 三千元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请按响 门铃 加油 其实我挺紧张的 真的 放松 深呼吸 反正也猜不出来 你仔细听嘛 这歌挺难的 单单还等着我 请他吃饭呢 反正没戏了 我跟你 仔细听 有点事点 管 咋的了 让我处坏了 你手劲太大了 来 再来一次 来 好 三二一 完了 嗯 完了 演完了 完了吗 仔细想 他熟 这歌 旋律 哼出来 特别熟 这歌 啊 你再哼一遍 我肯定不能再哼了 因为这歌 这歌特别熟 嗯 我想想 我想想 嗯 嗯 哎 哎 跟罗大佑的一个什么歌 特像 好像这歌 我在我小的时候吧 好像哥哥姐姐们听的时候 我好像也听过 嗯 这歌 对 哥哥姐姐们听的时候 因为你是90后嘛 对啊 好像还跟 好像跟年 几几年 几几年 有关系 是不是那个练寻1980啊 急死我了 练曲1980 练曲1990 是90是80来的 练曲1980 确定吗 确定 那我可开了啊 开 开吗 开就开吧 差不多我觉得 到底对不对 让我们期待 开门 大 起 快 跳 上我们队了 耶 耶 我们队了 你曾经对我说 你永远爱着我 爱情这东西我明白 那永远是什么 姑娘你别哭泣 我两海在一起 今天你换了将是 明天永恒的回忆 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 今天你换了将是 明天永恒的回忆 谢谢孙德力 表面上的最后 练曲1980 恭喜你 家庭梦想 已经积累到了 三千元 耶 三千 老说自己是90扣 90扣啊 怎么了 嗯 怎么了 哪不像吗 挺像的 什么叫挺像的 就是啊 我特想知道 你小时候真的 长啥样 哎哟我的妈呀 你呢 哎 艳艳 我敢说你从来没见过 这么漂亮的小孩 口说无评 有没有照片 当然必须有 带来了 大伙看看呗 好漂亮啊 美吧 没瞎说吧 小姑娘 这是我四岁的时候 四岁的时候 这是我一百天 头发这么长 眼睛这么大 你见过这么漂亮的小孩吗 一百天 一百天 啊 大眼睛 大眼睛 哎呀 好好看 太可爱了 这是我吗 有点像周迅呢 不这是我吗 这是你 有时候我看照片 我都觉得不是我 我都不自信了 好 这是小时候的海燕 当然我觉得了解一个人呢 得全方位的 得听一听家人和朋友口中的海燕 到底什么样 没 真的 我不怕别人说 我全是好 这么自信 必须得保证 连线这样现场 哎呦 他可逮着报仇的机会了 丁当 让你好好说 我是你们家 对对对 我先介绍一下 我身边这是姐姐 对 这是海燕姐的姐姐 是吧 这个就是爱谁谁了 这想说啥说啥 姐好好说话 对 就您就说 让你回沈阳 就是您就把那些 他不让说的都说了 对吧 预备 开始 海燕那个小时候 长得特别特别的漂亮 你看 我就特别特别的喜欢他 你看 小时候吧 他特别特别的精 特别特别的聪明 我们家好吃的 都让他偷去了 怎么偷的 我大舅妈看着他吧 我要老去 我就特别喜欢他嘛 就老去 我大舅妈有一次就跟我说 她说我们家猪头肉 买了一次 就老是缺几块 给海燕留着 老是缺几块 后来我又去一次他家 我就发现了一个秘密 什么秘密 我大舅妈又买的猪头肉 放的就是一片一片的 放的那个饭价 那个就是过去不都是那个碗 都放的那个碗 碗汁 碗汁 碗汁放在那上 我一回头一看海燕 扒着那个那个 踩那个凳着 扒着那个 就是那个碗价 觉得那头猪头肉吃 那会儿他多大 那时候才两岁 他挺高挺高的一个柜子 就这么说吧 就是家里人无论如何 也想不到一个两岁的小孩 知道偷肉吃 对呀就是 不管怎么样 事实证明海燕从两岁开始 就是一个资深的吃货 这高难度的都能吃到 那太厉害了 他太资深了 我们跟他根本就没有办法比 掌声送给这可爱的亲友团 请 继续行进吗 继续 接下来是第几扇门 好像第四个了吧 该第四了 该第四了吧 请按响 满灵 加油 加油 一定是 加油 炳灵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说的啊 那当然了 你等着啊 怎么我等着啥呀 我等着 什么歌 我告诉你这歌 老中青 都看过这个电视剧 什么电视剧 这我们《加油儿女》里的插曲 《加油儿女》都看过吧 对啊 胖水就是《加油儿女》里面的一个名字 对啊 我是剧委会的一个剧委会主任嘛 胖水嘛 那歌的肯定是经常听 那名字能说对吗 太简单了 啥呀 阳光男孩女孩 确定 对啊 阳光男孩女孩 对啊 阳光男孩女孩 那我开了啊 五千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如果你如此自信 阳光男孩女孩 阳光男孩女孩 嗯 不对吗 我看你的表情 第四扇门五千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阳光男孩女孩 到底对不对 你等会儿 你等会儿 你干嘛这么说 你等会儿 你等会儿 咋了呢 等会儿 让我想想 你想就想 别摸我手啊 讨厌 不对 辣词了 我辣了 啥 辣俩字好像 哪俩字 应该是阳光男孩 阳光女孩 应该是这个 阳光男孩 阳光女孩 阳光女孩 不是阳光男孩女孩 这回定了吗 差不多吧 差不多了 那我开了啊 这回没问题了 来 行不行啊 还不对 阳光男孩 阳光女孩 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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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期待 开门 定了啊 大 起 哎呀 对了 你的童年 我的童年 好像都一样 小小肩膀 打大书 抱上压 上学堂 新的时代 新的助长 新新的模样 快乐学习的肢体 每个人是强强 你就是你 我就是我 个心要张扬 在笑不做 书带子 就不做 小黄沙 充满有爱 充满幻想 充满世上 阳光男孩 阳光女孩 阳光下通照 阳光男孩 阳光男孩 阳光下通照 阳光下通照 好 好 好 谢谢 我们把掌声送给 艾亚 玛雅组合 谢谢 恭喜你 海燕 家庭梦想基金 已经积累到了 五千元 好嘞 现在收获了 五千元的 家庭梦想基金 回忆一下 张海燕 今天来到开门大吉 你的梦想是 为自己的 服装店 服装店 能够扩大经营 对 来一笔启动资金 对 其实 开这家服装店的初衷 就是想要为自己的 胖姐妹们 其实不是 其实 你看 我有时候到商场 去买衣服 就特别特别困难 而且遇到很多 特别让我伤心难过的事 所以是从自己开始 对 从我自己开始 我觉得 哎呀 我买不着衣服 我得给我自己做呀 然后给我自己呢 就是设计一些衣服 然后到外面去加工 做完以后 然后有很多胖妞们 问我 哎呀 第二姐 你这衣服哪买的 哎 我说 哎 我看的哪个哪样子 不错 然后自己做的 然后就好多胖妞 就说姐 你干嘛不弄个商店呢 弄个商店 咱什么都能穿 人 瘦人得有 我们那个 我们胖人得有 所以我就一直在想 我要弄这么一个店 就为那些 爱美的那些胖妞们 为她们 弄一个服装店 所以开了店 这么久 应该也有自己的一些搭配 时尚的心得 是吧 其实我是一个 特别会搭配的人 不是我又夸自己 很多人都说 说海耀 你别看 那个你身材 挺丰满的 但你穿衣服 特别得体 随便给你拿几套衣服 你都能搭配好吗 哎呦 这是我专业 我们导演都准备好了 真的 别吹牛啊 来 上衣服 支持我们 随便solo的一些单品 有衬衫 有裤子 有卫衣 有T恤 等等等等 什么样都有 接下来给你出一个题啊 不是让你给自己搭配 那给谁啊 别想太美了 我们随便找两位 现场观众当中体型比较丰满的女孩子啊 上来给给她们 这俩 这俩都未够 这俩都未够 来 头发好一点 就俩 好 来上来 两个女孩很漂亮啊 来来来来来来 我跟你说胖女孩都好看 真的 你好 你好漂亮啊 我给你搭配搭配啊 好 那个 这身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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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真挺合适 这给你 你拿着 拿着 这个适合我 什么就是 这个 我喜欢这种风格的吹衫 对吧 这套 上过来 这套 你的是 这个吧 这个吧 这个打底 好吧 然后 这个 二一好不好 就把这个 在哪 在这 在哪 所以我们给两位姑娘一点时间 到后台 换装 稍后为大家惊艳亮相 好不好 来 看看海洋搭配的到底怎么样 接下来我们继续开门 好 第四扇门已经成功打开了 五千 如果能打开 第五扇就是一万 你想一下 翻倍 必须的 来吧 第五扇门 那又犹豫吗 请 请按响 门铃 OK 别轻敌 别轻敌 没问题 很可能 就难了 真的吗 对 我怎么不见你这儿呢 你等着 你听着 听我的海声 这歌吧 有了吗 这歌我听过 它是粤语歌 它这名我想不起来了 想想 哼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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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苦涩的沙吹通脸 我就说这歌我真听过 真听过 能说出歌名吗 一万 还 这个得了一万 再猜俩 就是三万 你先别想三万 你先把这一万 搞定 什么歌 我还没有求住呢 对 你可以求住 对呀 连先第二现场 求住只有一次机会 这歌名叫漫步人生路 是邓里军唱过的 谁 什么 漫步人生路 漫步人生路 接受这个答案吗 一点问题没有 歌名叫漫步人生路 对 那我就开了 这是第五战门一万元的家庭梦想金金 让我们期待开门大约 如果高峰另一方缺又见 目标退愿让理想永远在前面 无用计较快一张身边 未来每一天还愿护信 未经两神在脚边 愿将欢笑声愧呼痛那一面 飞也好 起也好 每天早都想发愿 让着风吹也吹 尽管卡我两考验 小一点 奉生沙 早已决心向着前 没想到 张海燕爹有今天 还达到一万元了 了不起 这会儿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以及我们的著名设计师张海燕 我们的胖妞们换装已经完毕了 我们把她们请上来好不好 掌声欢迎音乐棋 其实衣服只是表面的一身装束 更重要的是让姑娘们 是让这些可爱的胖妞们 找回了自信 找回了自我 这个最重要 对吗 对 没错 来 为胖妞点赞 谢谢 来 谢谢两位观众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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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海燕啊 海燕啊 怎么得 接下来 第六扇门 一万五 走不走 一万五 他对我来说太简单了 你的决定是 不去了 不是 你刚才 找那三万走吗 不是啊 你看吧 后边那么多人等着 让我请吃饭 对吧 你说你再磨磨叽叽 没了 那几个饿的 嗷嗷的也不行 一万块钱 差不多够了 真的 那好吧 所以你的决定是 停止 借好就收 对 借好就收 那我们就收了 收了 好 恭喜张海燕 今天在开门大集 首站告捷 收获了一万元的 家庭梦想基金 张海燕 无论是在舞台上 舞台下 银亭内 银亭外 都是一个活得非常精彩的女人 我们为这样的女人点赞 也希望她能够活得潇洒 漫步人生路 继续加油 好不好 谢谢 就是你 其他说里面那个 魔性的笑声 我开的是 火车 是真平的扮演者 给大朋友 在丢不丢 喝串了三年 欺负我们 胡歌 看见 聊一聊 你所不知道的 蓝牙榜 胡歌跟哪个女演员 关系就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